这组日军士兵的照片是美国人Rochelle Malcolm于1937年在上海拍摄的。 照片中的日军士兵形象猥琐,真是尽显侵略者丑恶的面目。1937年8月9日,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摘藤要葬,驾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击毙,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,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,开始了历时三个月之久的松户会战。 这组日军士兵的照片是美国人Rochelle Malcolm于1937年在上海拍摄的。照片中的日军士兵形象猥琐,真是尽显侵略者丑恶的面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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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组日军士兵的照片是美国人Rochelle Malcolm于1937年在上海拍摄的。照片中的日军士兵形象猥琐,真是尽显侵略者丑恶的面目。